1.丝绁 3.丝绁 我们在编制之前要先把锡圈先打开来 那锡圈拿起来之后我们要用两支工具 一支夹右边 一直夾右边 那我们开细圈的方式是要这样子 前后打开 不是左右 是前后 它就会看起来有没有 就是一个上一个下 把所有的细圈都打开来 那开的时候 如果你是右撇直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是 左侧往下压 右侧往上拉 以这样的方式来把细圈打开 像这样子 左侧往下压 右侧往上拉 这样子 每一个细圈都先把它拔开来 等一下你会比较方便做 不用再把工具一直重复的放下来 以这样的方式来做 现在我们要来开始编制这个玫瑰 那在这个 扣我们直接在扣具上来做编制 那扣具的衔接的地方 我们用18G的 用18G的会比较硬一点点 然后比较不容易松脱 那一样继续把它扣起来 确实有扣 那玫瑰的口诀就是1加2加2加1 那最后的一个1是勾 那我们现在又开始来做 这个我们当做是 从这个衔接环 这个刚才这个是衔接环 这不算了 那开始加第一个 这是加第一个环 那第二段是加两个平行圈 所谓平行圈就是 它现在加的这两个 没有互相交叉 所以叫平行 就是直接两个都扣上去 如果是交叉圈 是扣第一个 再扣 那个第一段的那一个 两个都要扣到 那个就会交叉 那我们不要 所以我们只有扣 第一段的那个十圈 这算是第二段的 两个平行圈 那第三段的话 也是两个平行圈 扣住两个 等于是扣住两个 第二段的两个平行圈 第三段也是两个平行圈 所以我们刚加一个 现在再加一个 都一样扣在那个 第二段的那两个平行圈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是不是已经三段 已经三段 而且是一个 两个 两个 所以它的口诀是 一加二加二 那现在要加一 那这个一要怎么做 我们首先 先将这个 等于是 第二段的两个平行圈 我们把它放平的 来看一下 第二段的平行圈 是不是平的 然后第三段的平行圈 它是立起来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拿一个 西圈 西圈 然后 由第二段的两个平行圈 中间穿入 第二段的两个平行圈 等于是勾住上面那一个 它有上下 那我们勾上面 再把第三段的 靠你自己身体的 内侧的这一个 靠进来 靠进来 靠两个 再把第一段的那一个 去勾第一段的那一个 这边 第一个 勾进来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左侧的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松松的 会有一个松松的 我们把它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 在你右手边勾住的 这一些圈圈跟 你左手拉住的这个圈圈的 这里 会有两个平行圈 那我们现在要从 这两个平行圈的中间 穿出去 但是是由内 往外 穿出去 等于是外侧 这里 这个地方 有这个地方穿出去 再把你现在握在你的 左手上面的圈圈套进来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一朵玫瑰 一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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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每次做的时候 它都是 从 第一个开始 所以每次都是 1加2加2加1 那这个开始做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它要勾住这个 最上面 后来你加的那个 你看那有一个最上面的 你把它拉起来的时候 它会在最上面 会用一个 刚好只单独的 其他的都是两个 两个 只有前后是各一个 那我们就勾最上面 最后面的 最上面的这一个 那勾进来的时候 记得我们让它 现在目前加进来的 这个西圈 在这两个平行圈的中间 不要再靠偏哪一边 好 再做第二朵 1 然后加两个平行圈 这是第一段 玫瑰的第一段 再加两个第二段的平行圈 把这两个平行圈拉好 再加第三段的平行圈 再加两个 然后再加两个 再加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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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让第二段的 两个平行圈是上下 第三段的两个平行圈是左右 第三段的两个平行圈是左右 第二段的这两个平行圈 靠内侧的这个勾 勾上面的那一个环 再把最后一段的 靠你自己的身体的那个环套进来 套一个就好 不可以套两个 一个 然后再把第一段的那一个 自己单独的那一个套进去 这时候放掉 放掉之后你就会发现 左手边是有一个单独的 它没有跟任何 它只有勾住两个平行圈的那一个环 它没有被双向勾起来 它只有被勾住单向 那我们现在就会发现 中间有两个平行圈是上下的 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两个平行圈的中间穿出去 要往外面 就是由内往外穿过两个平行圈 两个平行圈穿出来了 现在再把你握在手上 左手的那一个西圈加进来 再把它扣紧 这样就已经两朵玫瑰了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玫瑰来做手链 那你要做一朵或者是很多朵 再来接其他的珠子 或者是说你直接就是整条手链 都是以玫瑰来做编制 也OK 自己设计 那甚至就是你做了两朵的玫瑰 底下接一颗珠子也可以做二环 它其实有很多的可以做变化的地方 如果说我现在反方向来给各位看 如果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接在耳沟 接在耳沟 那我底下接一个珠子 它就是耳环 就是这个效果 它也不会操作部分 它就是本身态 它就是 sac脖子 它就是用它 它就是用这一键木的饼 它就是用饼的 它就是它 它已经通过面了 谢谢大家